現在民進黨還在想的A錢 還在想的賺錢 比如說蔡政府 他綠能投資 前瞻特別預算就博了243億 年度預算要256億 國營事業在2770億 這加起來已經3000多億 3000多億 這幹什麼 難道真的是為了發展綠能嗎 我跟你講 是發展綠色的能量 綠色的能量 不是綠能 對 是綠色政黨的能量 很簡單 因為現在有個聯合再生人員公司 就是專門管這些 公司總座叫洪傳線 他擔任了蔡英文後援會會長 因為他把錢撥給他 他當然要投桃報李 他當然要支持蔡英文 所以他們 你以為他撥這些預算 真的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建設 他全部都是為了 自己政黨就來連任 他為了自己政黨持續執政 在鋪路 誰在管理台灣人的死活 台塘最近有上千公起的平地林地 透過分配給業者種電 意思就是讓你去蓋太陽能 弄太陽能板把零砍掉 公家單位 正常規劃100萬以上的案子 都要公開招標 你10萬你都要寫預算書 這些東西都要公開預算 他現在以異為單位的計畫 你用直接分配 你不覺得中間鬼很大嗎 當然 土裡某些人 然後台塘居然還敢發了一個 陳清考 他說根據林務局 及台電資料科學換算 太陽光電減碳效益 更優於平地造林 所以你們不懂科學 我們經過科學換算之後 得出來蓋太陽能板 其實比林地更好 乾脆把陽明山國家公司 全部都蓋太陽能板算了 他的鬼扯什麼東西 太陽能居然比較減碳 我請教你一下 你蓋這些太陽能板 不會透彈 那污染更大 那污染非常大 製造就是污染 太陽能板本身有毒 你知不知道 這個台塘居然好意思講這個東西 你就越扯越離譜 但是我跟你講 他們才沒有在管你的 因為最近有個例子 讓人家看得更好笑 就是我們在木柵這一帶 指南宮的附近 蓋了電塔 花了14年的時間 現在已經完工99%了 結果完工99%突然有一個 國策顧問跳出來說 你這樣蓋下去 會影響指南宮風水 結果要求停工 還有這種事情 這太神奇了吧 影響指南宮風水 你要求停工 我們未來居民怎麼辦 這個人不要用電 所以當地的民眾就連署抗議 說開什麼玩笑 我們已經花了14年 你還要我等多久 當然要直接蓋 現在有人去比對 肉搜之後查出來這個 說這個國策顧問是誰 誰 就是黃成國 這個黃成國是幹什麼 曾經任蔡英文 北市進辦的主委 然後他曾經是 天道盟分會文山會會長 然後現在是蔡政府的國策顧問 他的輝煌事蹟是什麼 就是蔡英文 為了要去慶祝他老爸的生日 其他所有事情 什麼選民全部都不管了 連夜飛回台北 去慶祝他的生日 然後他最近幹了 最傑出的事情是什麼你知道 什麼事 就是帶管浩銘牧師 去看徐國勇 那個北京政協 是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人 民進黨不是告訴我們 他最討厭黑道嗎 這個人不是黑道出身的嗎 他居然還是國策顧問 現在是黑道治國 好大的官威 還是只要有給你選票 什麼都可以 所以民進黨 你真的好意思想別人嗎 你是不是該回去反省一下 但劉蓋先生 我們看到現在蔡政府 他們利用這個綁裝這個綠能的業者 還把台糖的上千公頃的 這些這個平原地 拿來給這個綠能業者來種電 可是台糖的澄清稿裡面還說到 太陽光電減碳效果 更優於平地造林 這究竟要騙誰 可是現在不用招標 而直接用分配的手法 難道中間沒有 有獨立特定廠商的嫌疑嗎 因為台糖你是台電的 不是啊 不然你才知道 那個太陽靈化電 比那個平地造林的收藥更好 對耶 平地一輪 這是一千架就對了 你現在說這一千架到底是白帝 才是林帝 這我跟你說 這是六七年前 馬總統在月孫 國民黨執政我們推動農地造林 所以造林要20年 20年後 這個首席會整順這個地主 那麼每一年 我們將它成為 一年那時候 總共20年 可以拿差不多60萬 幾十萬 那時候有一個計算方式 所以你把這個土地造 政府就是要擴大林帝 白帝的林帝 你台糖的你也沒研究 你台糖的你現在是怎樣 這就是頂頭的人 行政院頂頭的中間 叫他這樣說 經濟部叫他這樣說 叫他這樣說之後 你如果一千架多少 一千架是300萬平 300萬平 這不是山坡地 或是說你去種山坡地 就比較沒利用 你太陽靈去導彈 電線移來電接下去買完 不是 這八帝 八帝那造林 他現在是進行六七年前 已經有造林 他要先把這些林帽撤掉 這六七年前林帽是沒什麼路營的 沒有經濟階段 你如果增到二十年前 這個林帽就變成有經濟階段 所以你的經濟效益是怎麼算的 他們現在我告訴你 這都他們這個流派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會來到 因為這都百季骨 百季骨 這個你如果立委立法 因為我告訴你這個就是怎麼 法包的來源 飼料 那件超像 因為他們現在百月有分 太陽靈就反太陽靈 風力就反風力 不一樣的系統 什麼人在中方在鑽車 我告訴你 麻吃麻 不熄熄吃不連麻 不要跟我說沒有 我不相信說裡面都半清 海水拿就知道什麼人沒錢 所以有時候我們現在在說 因為有人給我檢測 我二元而已 你是要去查什麼 你沒辦法去查 我查台東的就不查理 不要說經濟不查理 你明白嗎 所以說這些土地 因為他們之前有去找蘇林帽 找蘇林帽 蘇林帽的帽主會跟我們說 人家現在在用 要說保安財 這個我看有安全嗎 所以我有一點資訊 後來找檢測 你像台南的北門學家那 那有一些檢測 他們說他們要來正電 正電交給政府 你口測的人來帽來做什麼 我們來正電 我還付給帽主多少錢 你們如果要盜用的 你們這裡民意代表要盜用的 你們發什麼利益 這樣也沒貴 我說這樣就已經有夠佩了 那就是有的就有接吻 所以這一定要查 這還要告訴我 你只要把這個結局裡面查出來 你就知道說到沒有了 我們的電信放棄 什麼人拿去 但有話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蔡政府狂空這個 韓國瑜的遊學說 可是韓國瑜提到了 前瞻計畫這幾個字 好像這政府整個都嚇到 怕被戳破 因為前瞻計畫裡面 編列了一大筆的預算在哪裡 在綠能 而且預算的整個特別經費 就高達了243億 如果加上了這個年度的預算 還有包含國營事業的支出 總金額可是高達了 3000多億的支出 人民的血汗錢 被他們肥到哪裡去了 都肥到自己口袋裡面去了 事實上那個綠能 所謂的綠能 我還記得蔡英文選上總統之後 我們有開過一個研討會 我就當場跟她講 我說太陽能板 如果蓋在農地或者林地上面 對國家來講是一種災難 這除了有毒的問題以外 你更重要的是說 一旦蓋了太陽能板 請問你農地可以恢復農用嗎 就是說你只要蓋了太陽能 那就對不起 農地就不可能農用了 就慌在那邊了 還有林地也不可能恢復 它固有的林項 所以我們認為說太陽能板 最好能夠建在什麼 都會區域 尤其北回歸線以南 你要以他的日照為主 我就講到這裡 我順便講黃成國好了 各位曉不曉得 蔡英文跟柯文哲之間的 聯繫人是誰 是黃成國 當時要柯文哲選台北市長的 也是黃成國 各位去台北市長部問問看 黃成國 他的綽號叫什麼 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他綽號叫做文山王 文山區 台北市文山區 他的家業幾乎都在文山區 那他又做過四黨部主委 他又是台北市的競選主委 那為什麼蔡英文重視他 好 你好比說 如果是我帶著管浩民 見那個徐國勇的話 請問各位 徐國勇他會排那個時間 對不對 就是說給你多少時間 可是我告訴各位 黃成國帶著管浩民 你見那個徐國勇是無所不談 現在你最好是把會談記錄 全部公布 看看裡面講些什麼東西 黃成國他本身在 大陸也有產業投資 你現在拚命罵國民黨通匪 好 你的國策顧問通匪 我想請問一下蔡總統 你要怎麼解釋 就是換句話說 今天韓國瑜提的任何的政策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就拿前瞻計畫來講 請問你的執行率只有六成 你執行率只有六成 那前瞻計畫 台灣能不能吸收那麼多的輕軌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換句話說 現在民進黨選舉已經選到有點失心瘋 就是你只要你韓國瑜提那個什麼東西 我就反對到底 然後你自己 你也沒提出解決之策 這個就是蔡英文 他為什麼在旁邊養那麼多人 去攻擊韓國瑜的原因 那他為了養這些人 請問一下他花了多少錢 我再講一次 他養了六家媒體 他養了六家媒體 但是這些媒體天天去黑韓 但是我也希望這些媒體也該看看 你怎麼去黑菜好不好 村長 我們看到 沒想到在紫南宮前面這邊 有人這個台電在施工電台 已經施工到完成了99%了 都已經快蓋好了 這個輸電線路可是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 造福人民的這個用電的需求 可是沒想到居然有個國社顧問 說你這個會影響到紫南宮的風水 結果就要求停工 現在看來這國社顧問居然是皇城國 而且還是天道蒙的 文山分會的會長 看來這官位真的好大 究竟是不是擋到某人的利益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就要做這樣的動作了呢 這個問題叫我回答是要給我害死 天道蒙 你要給我害死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了 你看我們桃園也是一樣 我們中正路要通過 要上高速公路 在我們桃園的中正路 本來有一條交流道 新設的交流道 雙向 原先是雙向 後來也是因為已經 有一項都已經做好了 另外一項已經要做了 結果也是因為擋到了別人的 要通過別人的土地 一定的把它徵收 這過程中就找民進黨的 民意代表出來 然後後來就硬是就把它擋掉 所以本來是雙向的交流道 就變成單向 這個就是沒辦法的 擋到利益 而且是民進黨的 就一定會改變 好 你知道我們桃園鐵路地下化 為什麼會地下化嗎 剛開始的 後來那理由是造出來了 說什麼地下化是有遠見 地下化是什麼 可以掃掉平交道 可以交通更順暢 本來高價也可以掃掉平交道 也可以讓交通順暢 人家現在台中就高價化完成 當時是 因為他們誤以為說 高價化就不用拆房子 但是後來 其實地下化就不用拆房子 其實地下化拆得更多 但是當時就是因為 他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還有他們民進黨的議員 土地在那裡 所以他們就開始 當時是以土地正義 不是說因為地下化有遠見 不是 地下化有遠見 是後來再加上去的元素 其實地下化 真的就比較有遠見嗎 其實現在很多先進國家 不只是高價化 還立體化 而我們的地下化 到現在造成什麼後果 到現在地下化 到現在連都還在中央躺在那裡 我說吳鳳接軌是接了軌 到現在也沒動 好 當時也是一樣 都已經快完工了你知道嗎 高價化快兩年 再兩年就完工了你知道嗎 因為結果後來 他們因為土地的關係 所以硬是就這樣 又是因為某些利益的問題 某些利益的問題 土地利益問題 硬是把它擋下來改成地下化 然後他們都每次一樣的套路 他們都把很多的這個 後來才再加上去的一些 崇高的理想一些元素上去 然後來解釋他們的理由 再這樣包裝起來 對 包裝他們的理由 你看看 這已經完工了99%了 還能夠用其他的這一些 什麼會影響風水什麼 誰聽得下去 民進黨執政真的很有一套 以前之前的時候 在高雄的時候 也有一對官員被控圖利 甚至洩漏底標給一些廠商 這個案例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更厲害了 綠男拿來綁裝更誇張 連這個招標都不用招標 直接分配給他們 而且他們等於好處 從左手換到右手去 犧牲的可是我們全台灣百姓的 一些的利益 對 高雄市政風 因為今年送了將近 就是一百多個人 就是案件出去 其實自己內部 也做了一些檢討 的確有很多的狀況 以前的政府 所以以前的案子 不論是怎麼樣做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 把平地上面種樹的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我有點想不通 因為高雄市以前 要移一棵樹 就是要陳菊簽名 才有辦法移 表示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政府 是非常重視這個樹木 然後環境的保護各方面 所以牽一棵樹 都是要經過市長同意 才能夠牽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一棵樹要牽都要市長同意 對 所以在高雄市 要牽一棵樹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是大家都知道 但民進黨是整個平地上面的 樹就一起砍了 然後直接種電 種樹跟種電差異在哪裡 種電大家現在都知道 太陽能面板 從一剛開始生產的過程 就是一個污染 然後太陽能面板會隨著時間 慢慢的推 就是它的效能會慢慢的 一直減 15年後就差不多不行 上面如果有一些污漬什麼之類 其實它的功能也會比較 沒那麼好 所以它必須要做定期清理 什麼樣的動作 但它面積這麼大的時候 我不知道廠商是怎麼做的 但到最後的那個爛攤子 一定就是政府在收 但這個土地有一個問題 它下面 上面蓋了太陽能面板 下面的土地是照不到陽光的 所以這個土地 經過了這麼多年 可能是十年過後 這個土地的狀況 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鼓勵種樹 到哪裡所有的公益活動 都是鼓勵種樹 有人鼓勵砍樹的嗎 沒有 再來就是它對於 自己的中央政策 大家都知道 因為環團對於水土保持 綠色資源的維護 所以做了一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主要是在保育上面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大面積的 去砍伐樹林的動作 我到目前為止 我是沒有聽到環團 或是艾樹的團體 綠色團體 出來為這件事情聲援嗎 在這邊呼籲大家趕快出來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去救這些森林 不要讓這些計畫可以成形 是不是 如果這些計畫已經成形了 那是不是應該這些要收回去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像民進黨這一種 表面上面似乎看起來 做了一個好像自己可以過的法令 事實上其實他自己違反了農地 沒有農用的規則 是不是 所以這些自己定的法令 然後自己先違法的情形 是不是在中央政府 大家看到面臨